成功的關鍵就是做你想做過你想過 我給你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 恭喜 過你想過過可能是過一個步一個難關 每一天或者可能是人生 我公司環球幫訊 其實我們整個集團已經是26年 我們是在香港唯一一間線上線下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專業機構 其實我們的客戶是有Google、亞馬遜、Stava、保馬、中國銀行、中華電力、港鐵等 公司的業務其實有在雙標、版權、專利、點雙標和域名 就是線上線下一站式的一個知識產權的服務 其實我們從事知識產權相標註冊 其實這個範疇已經是11年的時間 其實那個累積的案件、案例其實有很多 這個就造就了我們在業界裡面 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角色和一個位置 因為我們會很明白就是客戶他們的實際的需要、需求 這個都是憑過往的經驗 那順便上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在客戶想去開展他的業務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給了很多的一些部署 一些的策略給客戶 還有就是客戶想要的業務發展 他想達到什麼的效果 從而給一個很合適的方案給他 因為很多時候客戶其實會想到 我想有這樣去行發展業務 我在香港、國內、國外 或者是OVERSEAS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未必真的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是品牌的保護裡面 其實那個影響是很大、很深遠 但是這個就是從很少 很基本的註冊裡面 可以做到一個相確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要做一個很好的品牌保護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就是一整體性 因為我們就會說是一個註冊 你註冊了你才有一個權 有一個right去彰顯你的權益 另外就是一個保護範疇 是說你的品牌、你的公司、你的保護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達至一個比較 complete 的效果 還有在那個應用層面 但你註冊了、保護了很多時候都說 那個證書是否只能放在那個櫃桶就算 其實不是 是可以有很多的作用 是可以幫到品牌的價值去提升 去達至另一個層面 另外在一個過程裡面 在業務就會有一個監控和一個維權 這個都是一整體性的一個範疇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少少特別就是 我們會針對客戶它需要的發展 然後我們給予一個方案 另外公司也是受到各專業機構或政府機構的認證 其實在品牌的保護裡面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R就是一個雙標 P就是一個專利和版權 可能在專利產品 很多人會覺得專利好像很遙遠 不是那麼落地 其實不是 在日常生活和息息相關的 很多時候 例如在國內或者歐洲世界各地 都可以有一個專利的保護 其實說的是什麼呢 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是一個研發能力 其實發明家有很多 其實在座每一位樓 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構思 在你的腦裡面 其實你的想法都可以做一個保護 未必真的要有實質的產品出來 這計劃的想法 其實已經可以做一個註冊 另外就是說 可以在一個擺斷同行的競爭 例如在展覽會裡面 其實看下去 每個人都要做同樣的產品 你為什麼去突圍而出呢 原來你有一個專利註冊 有一個Pending number 擺在這裡 其實有程度上 買家走過的時候 發覺你們的公司好像不同 從而去就會有一個的興趣 就是一個的合談 可能就是說 不如找一間廠去幫他做一些生產 或者是一個OEM 一個鐵牌 一些合作等等 另外就是在那個價錢定位 你跟買家去談一個合作的時間 你那個價錢的體驗 都可以一個的基準都可以提升 還有就是說你的產品 推出市場的時候 你的價錢也都可以提升 其實大家都是應用著的 就是說大家手提電話 不是蘋果 就是Android機 或者各方面 其實我們當中裡面 你給那個機價都包括那個Pager的價錢 所以才是這麼高 因為有那個商標 還有專利的Costing 在裡面加進去 好了 在那個品牌裡面 其實剛才都說過 你註冊了 怎麼可以做到一個好一點的效果 其實現在呢 是有很多一些跨行業的發展 一些品牌的授權 其實可以在品牌 除了自己去做一個發展之外 其實可以跟不同的業界朋友 做一個合作 那因為只是品牌授權的那個 那個的失落員已經非常之好 這樣了 那或者倒轉 或者本身可能是做餐廳的 那如現在大家都會出 過時過節都會出 例如月餅 年糕 曲奇餅 或者可能是調味料 或者好像太輕的奶茶 很好喝 都會 咖啡 你見到在超級市場都可以賣 那樣 所以在那個品牌保護裡面 除了自己本身做的業務 也都會有跨類別性 是這樣的 而也都會看到 就是其實商標品牌保護也有一個困難 困難點 就是不是你想做就真的可以做到 因為始終在國內涉及到那個 的保護範疇是會有不同的 那因為在香港 你一個的類型是保護了 但在中國裡面就不是的 那因為呢 他們在國內做一個註冊 是29類的食品的時間 它會有分2901 2 3 4 5 6 7 8 9 10 去到10幾 那樣的 但原來它可能是有部分 有做註冊的 而另外有一些的項目是沒有做的 引致到它在國內要去 真的實行去開一個店的時間 是遇到一個困難 而是會有一個各自的情況 要重新再部署一下 究竟它的發展那個策略是怎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有一點特別 就是我們在事前 已經是幫客戶做一個部署的 一個建議給他們 因為分數可能要改名 等於領會 為什麼要轉進去領戰 也是這個原因 其實也有很多客戶 想可能進入國內的時候 在不同的平台 淘寶 天貓 京東 其實都有不同關於商標的要求 究竟它要不要商標證書 它有沒有第35類的註冊 因為商標裡面 全世界都是這樣分 叫尼斯分類 有45個類別的 各業產品全部都做註冊 原來都需要有30類才可以做到這個安排 另外中文名 圖刑 原來圖刑是不行的 是需要有這個註冊 所以要求是要事前去做還是準備 其實每個新公司 都已經在過往 都有不同的獎項 有拿過 在2018年 而在線上的商標 這個也是近期 由2014年開展的 而我們公司 也是唯一的代辦機構 就是為何 將你的名字延伸到互聯網上 這個其實已經實際是用得的 大家其實都可以透過這些的名字 然後在你那個IE Browser 直接輸入就可以開到他們的網頁 這個可以稍後有機會 有興趣可以做多一點的理解 這個也是我們企業 都會跟不同的機構合辦一些 seminar 這個跟Success 公貿署那邊 是給一些知識產權的資訊 是給各商標 所以最後就是 標品牌 標信帶 有你的品牌 好好的保護市民大眾 你的校務 你的合作伙伴都有一個好的信心 因為你是珍惜你的品牌 所以要好好的形容 我的想要引戰就是 想要好好的保護它的品牌 想要有一個好好的發展 除了香港國 和Overseas的朋友 校務 商戶 多謝大家